为了推广台湾在地种植的国产红豆 行政院农粮署举办2023年国产红豆烘焙创意竞赛 邀请各方烘焙好手以红豆为主题 做出各式面包还有伴手礼 今天竞赛结果也出炉 得奖的作品不只好吃 外形更是好看洗精 把超Q版的小小木瓜切开来 里头包着南瓜馅与红豆馅 两种不同味道的馅料巧妙柔和 另外一头还有红豆外形的烘焙小点 看起来美味又吸睛 行政院农粮署为了推广台湾优质农产 特别举办了国产红豆烘焙创意竞赛 要以红豆为主题发挥巧思创意 而这项作品就深获评审肯定 木瓜的这个造型 创造一个就是可以生生不息的这种概念 竞赛分别成面包组与伴手礼组 各方好手展现好手艺 要将红豆浓郁香气揉进面包中 更将台湾在地农产的好滋味推广出去 台湾的红豆具有新鲜 让农民辛苦栽种的成果 北韩剑 接着好报道